夏天只要喝冷饮 但是新北市卫生局抽验发现 知名的可不可熟成红茶的板桥中校店 他们招牌的熟成红茶 还有熟成冷露 这长杆菌科超标法三万块 还有中原节将至 所以新北卫生局也发现 新店有业者贩售的屏东爱文芒果 验出残留农药杀菌器 已经让业者下下回收了 一道道去皮后 金黄果肉 香甜多汁 芒果市中原节普度贡品必备 不过如今却爆出爱文芒果 被抽验不合格 这次新北卫生局抽验96件应景食品 没想到新店有业者贩售的 知名爱文芒果 验出残留农药杀菌剂 宾克龙 来自屏东芒山农会 已经让业者下架回收 并请供应商当地的卫生单位追查 另外针对饮兵品充验52件 知名的可不可板桥中校店 招牌熟成红茶和收成冷露 也通通验出场感聚科超标 验出来的结果 其实超标量蛮多的 收成红茶验出的超标 已经是60倍左右 另外收成冷露也有32倍超标 饮品场感聚科超标 研判式制作过程 人员卫生不好或是食材保存不当 气质不干净 导致受到污染 复抽检验 结果还是不符规定 决定开罚3万元 店家坦言 目前商品都已经有改进了 卫生局也已经将业者 纳入重点查核对象 会不定时追踪 保障民众饮食安全 节奏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